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三部门联合引发 关于扎实推进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的通知 表示将在56个城市推进社会存量资源改造利用 积极拓宽资金渠道等聚焦一老一小支持建设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 在广东深圳首个城市社区嵌入式民生综合体试点近日就已落成 这对社区内的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 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里看见一起看 早上八点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云村的这处社区食堂已经开门近一个小时 此时正处在早餐供应的高峰期 家住附近的陈阿姨准时出现在食堂门口 这一个月来她已经习惯来食堂吃饭了 特别是我一个人 老是这就是想到买菜第一个就是 就是发愁了 要吃啥呢 就那么一点 那到这儿来的话 很轻松的 可以给我们省出很多时间 很划算的 早上要就十来块钱嘛 挺好的 定时的这里吃饭 尤其中卫的这里吃 开业一个多月来 这家社区食堂的粉丝越来越多 9月初 这里每天的公餐量还只有300分左右 到现在已经接近700分 相较于其他餐馆 社区食堂的饭菜价格一般要低上不少 只能是微粒运营 但仅仅开业一个多月 这家食堂已经可以实现营收平衡 这个场地是由街道来提供的 建设成本是由国企来提供的 然后我们是主要负担这一块的 就是说所有的运营 食堂的运营成本 就是人工加上管理费 加上一些水电 我们现在人数在稳定上增长 人量增长 那肯定是对这个营业额会有提高 我们的盈利的能力就会出现了 社区和国企合作 让社区食堂的租金压力大大减轻 服务也更加可持续 与此同时 在这栋4000多平米的建筑里 还配备了托育员 涉康中心 便明理发 家政上门 健身 艺术培训等项目 其中的商业项目 既可以提供普惠价格的便明服务 还可以通过缴纳管理费 营收提成 吸引客流等方式 反补这个社区综合体的运营 实现社区居民企业多项受益 我们这种普惠加工艺的这种模式 确实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目前来讲 确实我们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从建设成本来说 那么从运营来讲 可持续的这种形式还是可观的 比较会唱 技巧